今天是大年三十了 在这里先送大家一记我们当地的老话 年三十福庸牙一地普通乱者 姑息给主姑息 在这里祝我的粉丝网友们 在新的一年里新年快乐牛气送天 在这里祝大家新的一年里 事事如意多赚人民币 今天跟网友们分享一下 我们当地农村过年的一些习俗 还有一些不可缺少的年货 首先今天早上起来 在我们当地我们每家每户 大家都要起来抓一只鸡 去池塘里沙拉 当然我家的已经沙好了 还有一些年货 大家看看你们家乡也是这样过年的吗 这个就是我家的厨房了 在我们农村才会有这样的灶台 大城市的网友应该没用过 是用来烧柴火的 现在锅里的是油 这样煮出来的食物是原汁原味的 非常好吃 用来泡豆腐 这个油锅现在 今天我老爸老妈在下厨 我家养了一年的大烟鸡 今天把它给宰了 弄了一大盆的肉 还有这个是筋肉 这只大烟鸡有五六斤的样子 我老妈在做这个肉啊 也是下油锅拿来炸的 重要的是 还有一些我们江西农村不可缺少的年货 带大家一起看一看 看看网友们家乡有没有 还有两种我们农村不可缺少的年货 大家可以转发分享一下 让更多的人看看 因为普通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大家来看一下 这边一种黄黄的 我们当地称为黄米果 因为这个是用米做成的 也有很多人说叫莫宅 这个只是方言啊 然后还有一种 大家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我们农村过年不可缺少呢 在这个缸里啊 因为到吃年夜饭的时候啊 我们要去池塘 拿这两样东西啊 拿来烧香半年用的啊 大家来看一下 在这缸里面 我家昨天就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有没有网友吃过的 是用油泡成的 然后我们当地叫油果 然后普通话怎么说 大家可以转发分享一下啊 或者屏幕下方留言 现在我烧布 我老妈炸这个肉丸了 非常的香 网友们 在你们家乡有哪些特色牛肉呢 欢迎屏幕下方留言分享一下啊 好了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